亲爱的朋友好,我是李洪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青花茧这个事儿啊 我昨天这个视频当中说的有点激愤啊,说到青花茧这个并没饿啊 发现了 有人从这个黑市市场上搞到了这个 这个 战国时代的这个文物啊 就是 竹茧 捐给了捐给了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呢把它 命名为清华茧 不知道谁取的这个名啊,这个名取的那是 有问题 因为清华这个名字的是后来才有的 后来清陶的同志者为了建清华大学的时候 给他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这个当然有些人这个在我这留言说 你自己搜一搜,清华大学 清华什么意思啊 清华呢 他当然可以 有这个文人骚客 只要皇帝肯出钱 有文人骚客可以给他找出这个 上古的这个用法 但是 水墓清华嘛 但是这个过去没人用 到了清朝末年皇帝盖这个行宫的时候盖这个 盖后花园的时候盖了清华园然后这个名字 才出现后来建清华大学 清朝末年建清华大学利用庚字赔款 创办清华培训学校 留美玉米学校 才启用这个名字 不管怎么说这个是 带有非常浓厚的 满清 统治汉人的这个烙印 这个阶级的烙印 政治的烙印历史的烙印是抹不去的 怎么解释也抹不去 所以这个 我又真搜了一下清华钱我才刚发现 这清华钱就是伪造的 请大家注意我领放今天 2021年 9月初 9月8号 说的 9月9号还是8号今天 9月9号是老毛死啊老毛的忌日 李永光宣布啊清华俭 所谓清华俭这个名字命名 非常荒谬 非常侮辱中原文明 那么同时呢这个清华俭这个事 这个本身 就是个骗局 应该是伪造的 有一些学者已经在认认真真的在 论证 他为什么是伪造的 因为这个浅词造句里面 主简上刻的这些字 但是这个文本的含义 有硬伤 那之前我昨天前天啊 讲到 顺便提到刘晓波批评钱中书的时候 他说钱中书的这个文学评论有一部名著 叫 管追编 这个是管追编 读书人都知道啊 刘晓波写文章就把它写成 管追编 但是看花眼了 说明他没看过这个书 或者他不懂这个书 没看没关系啊 现在没有人读这个长步头的 学术的像管追编 编这样的书 没人仔细读啊 但是你得把这个名字搞清楚 把这个 这个书到底讲的啥意思搞清楚 没有 他连这个工作都不做 他就评论人家 清华剑可能也是面临着这个情况 我看了一次让我特别吃惊的 我作为一个我不是考古专家 我也不是 上古史专家我更对这个 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重点项目啊 没有意见我也没有利益 我纯粹是吃饱了为是干评论这个事啊 首先这个清华大学现在这帮人呢 从国家应该骗取了大量的科研经费 在研究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这个清华剑 这个 这个这个他妈应该是 应该是赵总 不知道从哪弄来的 这个弄得一家的 要不是赵总参与造假 要不就是赵总啊 赵建国啊 这个 紫光集团的前老组啊 这个赵建国有可能赵建国被忽悠了 他这个学工程学的不错 被江湖骗子 给忽悠这可能性也是有的 中国民间高人多啊 郭文贵这样大骗子 赵炎赵大将军这样的骗子啊 三都监狱里面的五毛一号子高浩军都敢出来骗人 宣称自己是美国 法律专家金融精英 你想想什么骗子没有 这老丸子他妈的儿子都28岁了咱日本首寡 他愣说是他妈的80后 呵呵呵呵呵 愣说是全日枯的枯点 愣说你妈的在全美国各大主要城市都有豪宅 平时关着啊 一年住个一两次 地下室里 储存车 华盛顿 就有两部豪车啊 什么兰博基尼还有什么我叫不是名字 敢吹牛 他都跟郭文贵 郭文贵医生虎把这妖魔鬼乱钱叫出来了 这才让我们意识到中国民间骗子多 当然啊有点文化的骗子也是有的 也不少 所以不排除清华检就是 不知道什么人弄出来的 就是 就是忽悠 不知道忽悠谁 忽悠国家经费吧 迎合习近平的这个大国崛起 我为什么断定敢断定清华检是他妈的假的呢 从他公布出来的三分之一的 简上面的文字来看 其中攻击了一 他公布了一个叫算表 就是有一个惩罚口诀啊 他做了一个表我一看就是假的 我都看不懂 你想想那能是真的吗 假的 太假了 公然造假 这个呢让我想起来啊 想起来在历史上 欧洲历史上 在欧洲历史上 二战期间曾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 那个时候希特勒把荷兰给吞并了吧 势如破竹要征服欧洲 荷兰吞并之后呢那些 纳粹德国的达官贵人 那些他妈的军官 那些 大外宣吧 都他妈到荷兰去寻宝啊 荷兰民间也 也有很多宝贝 包括咱们中国有很多宝贝 也被荷兰的 海盗给抢了去的 偷了去的买了去的啊 那就具体说一个 就说这个德国的 德国这些军官啊 有一个这个二号的指挥官吧很牛这个人啊 他买到了一幅画 买到了谁的呢 画家的 名字 咱们中文翻称 佛梅尔 佛梅尔这个是荷兰数一数二的大 大画家啊 他的时代 佛梅尔这个画家的时代 唐伯虎差不多比唐伯虎晚个几十年晚个不会超过五十年 也就是明末清 清 那个时代 他当时啊画画的时候呢也是吃不饱穿不软没赚到钱 画了几幅画流传后世 特别有名 最有名的我一说大家都知道 他 有一幅荷兰就是这个佛梅尔画的啊 叫戴珍珠耳环的女孩 a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a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这幅名画特别漂亮 那这个现在是无价之宝啊 你多少钱都他不卖给你 这是郑国之宝 这幅画特别有名 这幅画有人根据这幅画 还写了一本小说 那就把你给你看这些小说嘛要上畅销 肯定是得把这个女孩说这是画家的情人们